然後基本的是我近期創的一個社群這樣 然後它是一個議題的社群 這邊是一個介紹文 我覺得滿滿意的大家可以直接看一下 我直接念一點 怪 對 然後右下角是這個PET的QR Code 以及詳細一些更詳細介紹的QR Code這樣 然後稍微等大家一下我跟大家繼續介紹 好 那就是為什麼要做這件事呢 因為現在就是有很多講座工作方案 但是通常就是那個 那些很棒的討論會在活動中結束的時候結束 很多人關心社會議題但不知道怎麼討論 不知道跟誰討論 不知道去哪裡去討論 有很多倡議行動 但好像沒有一個地方可以讓一般民眾從一開始了解議題 所以理想的話我希望能透過持續討論 然後記錄整理讓議題的知識數越長越完整 甚至可以擋出一些實際行動這樣 有點像是讓話題像程式碼一樣可以開圓 然後打包封裝送出去然後讓大家使用 對啊 怎麼做呢 就是可以讓大家從自己有醫院熟悉身邊的話題開始 聊天紀錄整理連續 那其實這聽起來有點像維基百科 但是本質上有些不太一樣 基本的是從個人出發以目的性導向 然後維基百科偏向典唱的一些內容這樣 對 那怎麼記錄呢 重點就是要講清楚嘛 那進階一點可以提供一些你的延伸建議或是方向 再進階的話可以去 那現階段就是希望能找有意願的人 想有特別議題想聊的人或是一些倡議團體 那試著讓討論穩定的發生 過去有一些我覺得蠻不錯的專案他們都記錄的不錯 那我覺得是可以參考一些形式 那歡迎大家也分享其他記錄不錯的專案 那今天就是可以來聊聊 就是想個維基百本繞圈之類的 然後討論紀錄整理的事情 或是社群經營的事情 那歡迎以上的人可以來參與 好到這邊 好謝謝清高的分享 謝謝